大家好啊 朋友们好 这个昨天不是有朋友问我吗 希腊好还是西班牙好 我跟他说希腊离土耳其太近了 两国历史上多次的发生了战争 互相的占领 奴役殖民 然后我跟他们说土耳其和希腊领土一直有纠纷 果不其然 这两天严重了 有可能打起来 有可能双方发生热战 最近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做了两件事 让整个西方世界 让整个西方都不爽了 哪两件事呢 第一 他不顾全世界的基督徒国家 包括天主教 新教和东正教 所有的信仰上帝的国家和民众都不满意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把历史上属于基督教的 属于东正教的索菲亚大教堂 改为了清真寺 这类似的事 因为清真寺和教堂闹别扭的 也包括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这个仇要结上可太深了 而且当年的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 叫阿塔托克穆斯塔法凯末尔 阿塔 突厥语 父亲 祖父 祖先 阿塔托克穆斯塔法凯末尔 当时他是世俗化的 希望土耳其尽量的还是融入西方 这埃尔多安现在干的事 完全违背了土耳其国父的立国的主张 尤其是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和希腊对这件事非常的不满意 第二 土耳其悍然出动了石油勘探船 它进入希腊的专属经济区 开发东地中海的油气资源 这严重侵犯了希腊的主权 不但希腊誓言不惜一切代价 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 而且引发美欧 美国和欧洲的强烈警告 这个土耳其将这个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 这个主要伤害的是基督国家 信仰上帝的国家 尤其是东正教国家的文化信仰 而土耳其声称它要进入希腊专属经济区 进行油气资源的开发 则真的可能在两个北约盟国之间 引发一场激烈的局部战争 这两个国家一直就不友好 双方的军舰 飞机互别苗头 互相近距离的穿插 挑衅较劲 包括在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和希腊族 打过战争 打过内战 现在这一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成两个国家 北部是土耳其人 叫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在国际上只有土耳其承认它 南部还叫塞浦路斯共和国 希腊族人为主 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 昨天我就讲这段了 你看今天又发生了 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土耳其说了 最近大家没关注土耳其 因为疫情太严重了 然后中国南海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印度的军舰 包括英国 法国都来了 有可能南海打仗 所以又有疫情 中美贸易战 又南海的问题 所以中国人没注意这事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土耳其也说了 警告了 不能接受一个欧盟成员国的海洋空间 受到侵犯或威胁 那就是欧盟成员国就是希腊呀 法国肯定保着希腊呀 对吧 古希腊文明是整个欧洲文明的源头啊 对吧 对于欧洲人来说 那就是他的祖宗啊 他的老家呀 他必保的 你土耳其是穆斯林 你是外来的呀 土耳其历史上侵略欧洲 对吧 那基督徒和穆斯林 这根神经要是给敏感起来 要是挑动起这种宗教的仇恨 种族的仇恨 那欧洲绝对同仇敌忾呀 对吧 然后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了 敦促土耳其不要加剧紧张气氛 不要侵犯希腊的这个领土主权 放弃地中海的油气勘探的计划 土耳其这次断然拒绝了啊 断然拒绝了 你看 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我跟大家讲过这土耳其和希腊 看这张图了吗 看那个淡黄色的是希腊的领土 岛屿和蓝色的是爱琴海 看土耳其那一侧了吗 白的 土耳其是小亚西亚半岛 已经这个希腊的岛屿 它的领海已经到了土耳其的边界了 土耳其当然不满 但是历史上 比如说这些城市 像什么伊兹米尔之类的 这原来历史上都是希腊人的呀 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就发生在小亚西亚半岛上啊 对吧 今天你说这是土耳其的 你说这是亚洲的 咱过去这就是人家希腊的文化圈 或者就是希腊人祖宗 多少代啊 这个成千上万的年 是吧 这个无数的希腊人 一代又一代在这繁衍生息的地方 因为土耳其人是从这个中亚 是乌古斯 乌古斯部落 或者是土库曼部落 从中亚过来的 对吧 你要说自古以来 如果我们说自古以来 那就是希腊人的地儿 如果你要说从自古以来 你指的是奥斯曼帝国 那整个希腊都是土耳其的 对吧 希腊都是后来才独立出来的 那你要说自古以来 那截止到奥斯曼帝国时期 那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对吧 阿尔巴尼亚都不存在 对吧 你要这么说 其实最终双方打不成协议 就打 因为都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就跟中国人说的是自古以来 哪哪哪哪哪哪都是我们的 哪是你的呢 你要这么说 是吧 你要不想打仗 就怂点 就别说自古以来 你要说自古以来 那你就做好战争准备 这个希腊 希腊的国土面积13万平方公里 土耳其78万 大概是六倍 人口希腊大概是1030万 土耳其是8000多万 八倍 所以这两国的分量 我昨天也专门谈这个了 就是希腊跟土耳其的这种对立 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从力量上 希腊要是单挑 那可挑不过土耳其 是吧 面积是六倍 人口是八倍 军事力量也是好几倍 好吧 我们就说到这吧 那个 反正这是个事 这是个事 有可能打起来 当然也打不起来 可能也挺大的 双方都是 都是北约成员国 但是土耳其 土耳其 其实一直冷 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土耳其一直想加入欧盟 还有欧盟的前身欧共体 人家不带他玩 但是土耳其呢 说他是欧洲国家吧 有点勉强 他只有大概3%到4的领土 在巴尔干半岛上 96%左右在亚洲 在小亚西亚半岛 安纳托利亚高原上 所以呢 他想加入欧盟 那你要这样的说 那塞浦路斯 是吧 包括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甚至包括哈萨克斯坦 都在欧洲有那么一点点的领土 是吧 所以欧洲人不接纳他 是吧 欧盟 欧盟是欧洲国家的 都是信仰上帝的 那土耳其人要进来 整个欧洲好像才7亿人口 好像才7亿人口 我不知道包括不包括俄罗斯啊 如果包括俄罗斯是7亿 如果不算俄罗斯 大概也就是6亿 土耳其就8000多万 土耳其现在在德国 是吧 第二大民族啊 就是土耳其人啊 对不对 我一个朋友就在一个德国小县城 他说德意志人第一大民族 第二大民族就土耳其人 第三大是华人 但是华人其实对世界各国 从这个领土上 华人是没有侵略性的 华人就是偷点税漏点税 这个存在 你要说华人 说人口多了 就想把德国变成中华德意志斯坦 不可能 华人还是温顺 中国人是吃草长大的 中国人的就是小绵羊 是吧 小绵羊就是多吃点别的草 就是少交点税 偷点税 漏点税 你要说 中国可能对亚洲周边 可能 可能有一点领土野心 也仅限于把台湾收回来 是吧 当然台湾还不服 对其他的中国人没这胆 真的 中国人说在南海 反正 从历史上 每一次中国的王朝更迭 都是领土缩小 都是 宋朝不行的时候 越南就分出去了 是吧 明朝不行的时候 朝鲜就不再向你纳贡称臣了 是吧 然后 清朝 清朝结束的时候 外蒙古就分出去了 对吧 然后 中华民国不行的时候 南海 诸岛 南海的十一段线的有效控制 也已经减弱到一个非常弱的地步了 如果没有国共的内战 南海十一段线 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 包括海洋下边所有的石油 天然气 矿藏 鱼 虾 水产 包括所有的岛屿 都是中国人的 二话不用说 真的 好吧 就说到这儿吧 这个 说多了 情绪激动 说多了 容易心情不好 说到这儿 恰到好处 然后 我该吃午饭了 是吧 吃葱油面 非常好吃的葱油面 请大家 给我 叫什么 转发 转发 给我分享 就转发吧 转发和点赞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